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们来这里是马来朋友的一个住宅小区 好像是我们来马来朋友的小区里面 住家来吃个晚餐 吃完晚餐我们去海边逛一圈 挺安静的一个小区啊 很干净的是吧 挺安逸的 那那边就是到底就是海边 这挺美的 是一个纯住家的一种一个咖啡店 来开了吗 现在客人还不多是吧 基本都是马来朋友来的 名字就叫苏姆 是这么念吗 咖啡 基本上都是马来朋友 华人朋友应该很少 他们看到我们应该有点奇怪是吧 那马来朋友都很喜欢养猫的 猫是特别的多 我们坐外面好啊 现在刚刚有一点 还有一点点太阳是吧 但是这个太阳不是很利的 晒得挺舒服的啊 挺柔和的 这个光线照在脸上挺美的 里面挺大的嘛 这边也有就是院子里的这个位子好像是 它里面是家里的这个位子 挺大的挺大的 嗨 哦 take shoes goo shoes ok 它里面要脱鞋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它要脱鞋的 然后这个是布置的 就是这样的 哇 看到我们打扰了人家吗 sorry 打扰人家 人家给我们让一下 哇 真的 哇 真的是挺好的 就是挺温馨的一个家庭式的一个咖啡馆 应该是一家人开的 我感觉是 这样布置的 它就是一个小别墅 就是后面是厨房 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 Happy Birthday 他们可以这边过生日的 它这个位子什么 都是布置的挺用心的 过一下他们的菜单啊 就是这样 主要是以做西式的为主的 上面有编号的 有照片 点餐挺简单 都是 我看这一页都是十几块钱的 面啊 然后一些薯条啊 薯条四块是吧 哎呦 价格很平的 因为是在住宅区都是自己的房子 饮料都是 咖啡 都是两块 两块多 就是这样子 价格很平的啊 你看这个 烤面 五块的这咖啡就很好看了 是不是啊 就是花式的这个咖啡了 哎呦 不错的不错的 下单 你让他们饮料都少放点糖 都少糖要说一下啊 要不然待会太甜了 对我们来说 从远处正好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吃饭的这个 它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一栋小别墅 就是这样已经上菜了 过去看看 哎呀挺快的 哎呦 一桶是吧 桶装的这个是 哇一扎 这个是一桶 这是咖啡是吧 这个是泰式咖啡 这样用这个装的六块钱 这份是 这叫玫瑰水 对吧 Zero 零远 零远狗是我们点的 一份餐里面送的 还是很甜 已经扫糖了 这个玫瑰水怎么样 挺香的 这咖啡是吧 其实一家人你说 有这一栽也够了 是吧 饮料是吧 超大杯的 没想到他们说 免费送的一份里面 还有一份 这么大的一份 真的是 我还以为一杯呢 今天一家人吃一份炒面啊 省吃俭用 来看看 鸡肉炒面 鸡肉炒面是吧 这是七块钱一份的 黄面 我已经闻到黄面的味道 有点那个碱水味是吧 是有点辣 要四个小碗 你要了这个 这个碗 好夸张的 是的 我们想要几个小碗 大家分一下是吧 哎呦 真的挺可爱的 马来人真的挺可爱的 四个小碗来了 四个巨大的碗 真的是 哎 这花突然挺好看的 很近啊 还挺有 中国特色的 你看 中国元素的 在上面 大红花是吧 哎呀 挺开心的 他们的草的东西 没有华人草的锅气种 是吧 我们华人注重是锅气 有点焦香 他们的 马来人的草面 他们就是 只要热 他们就是不会很烫的 就是 就是热 就是这个样子 这还是有区别的 挺像的 不过这炒面炒的 我也就是没有缺了那股锅气 这份薯条 来看看 四块钱 哎呦 烫的呢 真的 四块钱一份薯条 价格很平的 是 我也真的是很烫的 刚刚炸起来的 蘸一下 哇 还配了两份酱 你看 这份米粉 就是这样 他们主食都 价格都挺平的 六块 七块 就是这样子 干香 这个你看 一点都不脱泥带水的 很干的 这个米粉炒 但是不浇 这个米粉 这米粉炒的水平 水平有一点的 你看他这个下面的料 都在下面 是吧 鸡肉 是的 豆芽 什么 还有一些配料 有没有辣酱 给他叫 有没有森巴酱 叫一份森巴酱 有没有 终于来了 我们点的这个 炸鸡排的 这是一份 属于家庭式的 一份套餐 是多少钱 29块是吧 29块钱 就是这样 鸡排 加上这个薯条 七块 七块几啊 上下跌成 一块几 插起来看 有多大 七块的 哦 就是这样的 哎呦 这个还大一点 还有大的是吧 七块 七块就要这样 大的这样的 鸡 哦 它有的都是 叠的放在一起的 它是最小的 哦 是的 这么大 挺厉害的 一个美奶汁 一个番茄酱 是吧 哇 来 配着这个主食吃 这个是一份炒饭 这份炒饭 五块钱 还配了个鸡蛋呢 你看 这份炒饭也不错 你看看 一大碗酱料 有这样装的 真是 你要把它浸在里面 那两个是 这是蘸薯条的 是吧 这是蘸鸡排的 我还以为是个咖喱面的 什么 黑胡椒酱挺好的 是吧 你滚在里面 你拌饭也可以啊 我觉得 我吃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是最烫的 最烫的 要炸死 感觉是温温的 对 其他的几个 有点就是温的 是吧 感觉它不像是炒饭 感觉像是拌饭的 他们就是这样 马来人的这个 做法就是这个样子的 温温的 是的是的 打得像炸饭了 像自助餐了 像个灯笼 提着这个 一桶的咖啡 看看 你现在这个是 给你给你给你 哦 是的 看 炒面 炒饭 米粉 在家炸鸡 像不像炸饭 我今天买单买了 是57块钱 点了一份 29块钱的鸡排套餐 然后一份面 炒面 一份炒粉 一份炒饭 外加一杯 在这边 一个大同的饮料 一共57块钱 哇 吃得爽爽的 海边逛一圈 开始收拾桌子了 是吧 啊 很近的 挺好的 这家店 是的 都是附近村民 不是村民的 居民 带着小孩子来吃的 走到海边了 正好 太阳还没落山 是吧 哇 这景色挺美的 好多人在钓鱼 在停车的 都是来钓鱼的 应该是 这里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这里就是人没那么多 拍照取景随便 真的是 Amy在边上给姐姐 放bubble 啊 你做个布景 怎么样 可以吗 哦 啊 是的 给姐姐放bubble 给姐姐拍照 哇 好美的 好美的 哈哈 哈哈 这个小道沿着海边 就可以走一走 哇 舒服 舒服 哇 那边的屋子 你看 正好是看海的 哇 太爽了 虽然不大这个屋子 但是位置很好 这个海浪还是很柔和的 哇 轻轻的拍的 这声音挺美的 超级的安静 大家都是饭后都是过来散散步怎么样的 哎呀 马来西亚人的生活真的是挺优先的 这个是黄昏的马六甲海峡 太美了 这边你看还有几个卖东西的 但收摊了 小商小商小贩卖吃的应该是收摊了 现在七点半了 这边有一个停车场 大家可以来的时候停车停在这边挺方便的 那边还有建的屋子一线海景 走一走挺舒服的啊 看那边远处就是高楼就是马六甲市区 看起来也不远是吧 十公里左右开过来 也挺方便的 来享受一下这世外桃源的宁静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Emily 我们大家拜拜了 哎呀 还不想回家看她的样子 对她不想回家